台大法學院院長與大法官羅昌發 二零二零年接任常駐 WTO代表與太太黃玉華 都出身司法界 卻被周刊踢爆濫權 近周刊報導 羅興發到瑞士救人後 認為官邸地毯老舊花大筆工廠 重鋪木地板 並要求下屬全天候 處理太太交辦事務 包括輪班監督地板鋪設 拔草 官邸永時清潔 花圃維護等 與公務毫不相干的工作 周刊還報出雇員惹太太不願 羅興發要求該雇員寫檢討報告 甚至要求懂中法文的雇員協助翻譯 卻因為一文太短 懷疑沒有逐字翻 當場修路該名雇員 無獨有駐匪基代表陳映蓮 被報公款私用 周刊指出二零一五年 陳映蓮到美國洛杉磯當組長 並在當地置產二零二零年 到關島任總領事 卻在同年九月十二月 以及二零二二年四月 購買諸多3C設備 送到洛杉磯自宅使用 卻宣稱要在關島宿舍使用 還拿罰票報公帳 有疑惑項目近九十項 金額約六十萬台幣 蘭日立委通聲譴責 外交部也作出回應 有關駐匪基代表陳映蓮 遭指控使用公帑遺色不法遺事 全案先前已移送法務部 連證署接手調查 陳代表也將於近日調回國內 以配合接受國內相關機關調查 至於外管內部管理問題 外交部將針對媒體報導 各界進行了解 要求相關館長說明 先釐清事實真相 周外人員是外交門面 卻接連爆發審議 主管機關必須認識 三地新聞綜合報導 雙方